今年六月八 性价比最高的手机 一千元档 首推红米确博3 搭载第三代骁龙8s芯片 性能看比骁龙8跟2 日常使用玩游戏都是小case 还有5000万摄像头 1.5k高刷屏 非常的紧急使用 还有苹果12 现在也融为了千元机 单性能二拍摄依旧流畅四华 再战三年问题不大 二 两千党 描选苹果13 无论是a15的芯片 还是祖传摄像头 都能让你体验到iphone的丝滑 而且颜值也非常漂亮 永远的13项 还有安卓的1再143 搭载销上8跟2芯片 1.5k 自适应高刷屏 性能配置都很强 三 三千党 首选苹果13pro 发布三年的时间 让它的价格跌入谷底 大满雪s5芯片 还有预霸三射 性能拍摄都是独一档 而且还有自信高刷屏 体验更丝滑 安卓机就选小米14 搭载最新的小伙8跟3 性能很给力 来感三射拍着也很漂亮 还有6.3英寸高刷屏 使用手感很nice 绝对是安卓机房的体验 四四千党 就可以上苹果15了 搭载满雪的16芯片 4800摄像头 使用体验非常丝滑 除了没有高刷屏 其他全是优点 华为老用户 教选荣耀麦九六pro 搭载骁龙8跟3芯片 音眼摄像头 性能拍摄很强碍 凭震稳定 五五千党 描选苹果15pro 无论是做工精致的外观 还是a17芯片4800三射 在性能体验和相机上 绝对是也要领先 是目前最有用的手机 如果喜欢大杯就选14prs 屏幕很大 续航能力超棒 六六千党 到了这个价位 就会实现购机自由了 喜欢苹果的就选15prs 无论是续航还是使用体验 都是也要领先 手机界的那么旺 不在意价钱 喜欢华为的 也可以选卖的六云普商务饭十足 总结一下 追求省心好用 喜欢拍视频 选iphone 追求性价比 选红米一加iq 追求拍照 选安卓的旗舰机 追求品牌商务饭 就选贵一点的华为 最后呢 中低端选安卓 高端机选苹果 准没错 如果预算足够 那就早买早享受 不然就是玩买想折扣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